回家陪老婆孩子吧 又是个副业 其实主持人你知道 我觉得一个男人 在家里的责任和义务 就是应该在外边多担当 多去挣钱 然后让家里边 能有更好的物质生活 这样我觉得 才是一个男人 在家里应该尽的责任 但是他现在呢 他现在又要让我有 物质上的满足 又要让我有精神上的满足 我真的是非常的为难 挣钱为了什么呀 挣钱不就是为了花吗 当我说 我提了一次的说 咱们出去里趟游 你都不去 那你定的日子 我怎么去呀 你定的日子 正好是婚礼的旺季 我已经提前告诉你了吧 再说我为什么 非得要去旅游啊 不就是因为结婚的时候 你也妈 来蜜月旅行都没去 你说孩子越来越大了 属于咱俩的时间 就会越来越短 我弥补一次不行吗 咱们一旅游 就要去好几天 那现在生活水平这么高 以后孩子要上幼儿园 要上小学 你还给孩子报了早教班 那现在这些钱 我不在外边努力 不展现一点钱 怎么给他以后 更好的教育和生活呀 但是我觉得 有些事情是用钱代替不了的 比如说爱情 还有亲情 我就是现在觉得 你特别地不理解我 我知道你在外面忙 别人的幸福是幸福 那我的幸福就不是幸福吗 女生 女生是不是觉得 你的爱人一心一意都去挣钱了 但是钱挣回来 你反而是不快乐 对 你是不是会觉得说 你看我这么玩命地 这个打拼去挣钱 结果回到家之后 你还是一肚子地抱怨 你也特别不理解 我现在做什么 他都不满意 我真的是特别地不理解他 我在外面真的是非常努力了 就两个人都互相不理解 是吧 对 你也有什么打算吗 针对现在这个婚姻现状 我就是希望他把副业给辞了 你说咱们两个工资加一起 是多少的收入 我的副业能挣多少 你都知道的 如果我把这份副业辞了的话 那咱们的生活水平 真的会降下一个格 到时候我真的围着你 过耳瓢瓢地转的时候 那咱们还会产生 其他的矛盾呢 真的忙到每天抽个半个小时 给他们母女俩都没有吗 其实我也不是说不陪他们 我有的时候也陪他们一起去玩一玩 转一转的 但是相对来说 时间确实给他们的少了 他所谓的陪是陪吗 你不就是拿手机在那玩吗 我陪你招呼他 爸爸 爸爸 你说干啥干啥 都没了 这么说吧 每天十点钟以后你有时间吗 有 在十点之前能抽出一刻钟陪女儿吗 我努力做到 这个为什么要努力呢 那我一定做到 我觉得他说得好 所以所有的没时间 其实都是个借口 看你愿不愿意 这个摊在这儿了 看起来好像是说 现实生活压的人透不过来气 好像我们为了钱去奔波 这是我们的一种责任 但是其实我相信我们的老师们 会从这个家庭当中 做一些不一样的解读 你好好听听吧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要说呀 做工作之多呀 我可能比 好听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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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谢谢,谢谢李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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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